來 請教一下 因為前一陣子媒體都有講到 像王菲啊 他們就是打 童顏針是什麼呢 童顏針其實就是 聚左旋乳酸的俗稱啦 但是呢 因為有一些國外它沒有打好 它就會變成不是童顏針 變成 就是臉呢 膠原蛋白長出的地方了 就會覺得 妳這半年怎麼胖這麼多這樣 所以一身很重要喔 對 就是妳要打對的地方 妳才會膠原蛋白長對的地方 妳才會有拉底的效果 我想妳不想妳不想 好 除了座瑩以外呢 其實肌膚的暗沉以及斑點 很多女孩子都沒有辦法接受 對 沒錯 杰玲 來告訴我們 到底有哪一些錯誤的習慣 讓我們面臨暗沉斑點的危機呢 好的 我覺得身為女人 真的是非常辛苦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樣做妳的肌膚暗沉斑點通通回來 第一個是容易偏食 第二個不喜歡運動 第三個是經常揉眼睛 揉眼睛 揉眼睛 丁妳應該不偏食吧 我不偏食 我特別是蔬菜 我什麼蔬菜都吃 對 然後所以不喜歡運動 我也很愛運動 這三點妳都沒有 對啊 揉眼睛我也很少 因為我只知道說 揉眼睛的話會容易有那個 有那個細菌 細菌 可是我想知道 因為像妳剛剛前面有講說 妳非常非常喜歡曬太陽 是的 難道妳不擔心斑點的問題嗎 我覺得 我覺得人生真的是 有一個好就不能好 對啊 不是妳只能夠選一個 因為我那麼喜歡曬太陽 所以 我就只能夠接受我的斑點 因為我全家都愛曬 我老公也很愛曬 對 所以我老公常常覺得說 我不太好看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我太大 曬不會 國人喜歡 他常常覺得 沒有啊 你身上沒有顏色 對 他就覺得那種大樂天 然後拖著全家去 那個海邊玩這樣子 真的 所以要少曬色就對了 然後他只要黑 他就覺得黑很好 很性感 對 健康 對啊 所以他覺得我不好看 好 所以佳玟剛剛我講到這三點 你有中嗎 我其實 因為我現在不偏食 然後我現在也開始運動 但揉眼睛這個我沒有辦法 就是我到現在我還是會 所以像大家很流行中睫毛 我也是沒辦法 對 就是我就是一下班 就一定要全部都拿掉 不然它會揉到 整個晚上都不能睡 可是因為我是一個 黑眼圈很深 跟那個 我這裡有那個遺傳性的班 就是淡淡的 然後小小顆 後來我有去找醫生打雷射啊 然後醫生就很認真地跟我講說 如果你是曬班 打了是真的有效的 那你這個遺傳的班 反正你打了會再長 不要浪費錢 那你算了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27歲的小優 我怎麼好像又抖腫了 我小時候不知道怎麼了 可能就是 整個幼稚園都下班了 下課了 然後我還沒下課 因為老師就會逼我全部吃完 我就因為這樣我恨透輸菜 如果這樣真的太過分了 對 我什麼小黃瓜啊 香菜啊 然後芹菜 蔥啊 洋蔥啊 其實連番茄什麼 我都很少吃 番茄很重要 對 所以我很偏食 然後運動的話 就是大概 大概 大概 一個禮拜一 我有走樓梯啦 趴趴樓梯 然後大概一個月兩三次 然後有練舞 練舞 練舞 什麼樣安靜嘛 練舞也是為了工作吧 對 為了工作 對 揉眼睛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很好笑 是因為 我有一個男朋友 很喜歡我揉眼睛 他覺得揉眼睛很可愛 他覺得很可愛是不是 就是這樣揉眼睛很可愛 可是我真的有 因為這樣揉眼睛 也是揉出睫膜眼 手不乾淨啊 對 男朋友了 對 對 好 所以這三個習慣 其實也會影響到 我們的美肌問題 對 其實大部分都有 請問一下陳醫師 為什麼這些習慣 會造成臉部的一些斑點啊 暗沉 你看前面那兩點 它基本上告訴我們是什麼 是我們身體所需要的原料 要進來 所謂要不能偏死 東西要進來 第二個運動 是把我們身體代謝的 不要的產物 要把它帶走 所以一個是進 一個是粗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那我們看你前面 所有的保養品裡面 一定都含有油對不對 對 可是偏偏女生 就是不愛吃油的東西 對 對不對 因為我們知道皮膚要好 油是絕對不能少的 所以油這部分我們一定要有 所有保養品裡面都會出現 但是飲食裡面 剛剛我們看到儀里老師 給我們的飲食裡面 它再怎麼樣 還是要加一點好的油進去 再怎麼樣也要加一點堅果進去 對 所以油就是我們非常必須要的 再來呢 小優 你的那個蔬菜水果不吃 你拿來的抗氧化劑啊 我們知道皮膚非常需要抗氧化劑 儀里老師裡面蔬菜都一大堆 蔬菜這個部分裡面的抗氧化 對我們皮膚裡面的暗沉 對 或者是因為 或者是因為 皮膚受傷之後的一些需要修護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運動這一部分就是說 當我們身體把這些拿進來之後 它在做轉換的時候 它一定會產生一些不要的廢物 那這些不要的廢物 到我們運動的時候 我們排汗排出去 我們小便水分多很多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排出去 因為累積在我們的這個皮膚局部 它其實反而會導致 就是組織的破壞 氧化 甚至更加的老化的問題 非常的重要 所以運動可以避免老化 第三點就是經常揉眼睛這一塊 對 這個就是一個物理性傷害 我們去揉它的時候 那個是太可愛的揉品 那根本不是 其實你揉完之後 你是這樣子揉 其實不是因為眼睛不舒服 你去揉的 是 那其實很多人眼睛不舒服去揉 其實眼睛都是非常紅 甚至會有一些濃的問題 對 不會愛 那你其實揉了很大的時候 你皮膚是在做 對 你一旦做拉扯的動作 皮膚會是因為這樣物理性的拉扯 而導致很大的一個傷害 那血管很浮又去揉 你血管破裂 那不就色素成佐了 好慘喔 難怪我們黑眼圈會越來越深的 真的喔 那你眼神永遠都弄不掉 那血管一直在破裂 一定要找專業人士幫你做處理 不要再聽你男朋友的話了啦 真的 那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因為我剛剛看到小優帶的那個洗臉機 對 我也有買 那這個洗臉機真的是必備嗎 就是說真的會洗得比較乾淨嗎 嗯 其實現在洗臉機很紅 那洗臉機呢 它做的是表面角質的清潔 那它無可厚非 它有它的功用在 但是如果你期待你的洗臉機 可以把你的粉刺洗掉 可以把你的斑點洗掉 可以把你的色素洗掉 那就有一點不切實際了 不行 那它可以嗎 我們家洗臉機用最兇是我爸爸 它用壞兩支了 因為它覺得它的老人班 一直洗一直洗 它覺得真的有蛋耶 真的假的 然後它這麼講我知道說 爸 真的有耶 趕快叫爸爸看這些節目 你真相順 對 然後它已經用壞兩支了耶 蛤 它有膽子是不是 其實像之前就遇過一個案例 它因為臉上本來就已經發炎了 它覺得那個發炎是因為它臉沒有洗乾淨 對的關係 所以它狂洗之後呢 整個臉色素沉澱的一塌糊塗 而且整個變大花臉 那其實這個就是你在不當的情況之下 依然使用洗臉機而造成的後果 所以大概不能狂使用 尤其是你敏感性的膚質的人 不能天天用 那請向林醫師 如果臉上有暗沉跟斑點的話 要怎麼解決 好 其實剛剛有提到過 每個人其實對於膚色 喜歡的膚色 那每個人的主觀問題 那個是個人的偏好 但是如果臉上有一些斑點 那你又真的很想要解決的話 其實大部分我們解決 一定要選對正確的方式 比如說老人班 第一個 左上角這個就是所謂的老人班 它是表面角質老化造成的突起物 所以剛剛丁丁在說 他把那個油洗掉一部分 不是沒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它是表面角質厚起來突起 那有可能是因為摩擦的關係被磨掉的 打顏色半一點點 對 那真的你如果要除掉的話 雷射就可以直接把它給打掉 雷射它有氣化的功能 把這些錯誤的構造 或是壞掉的構造變成正常的皮膚這樣子 那如果像剛剛大家都說 夏天會曬出曬斑來 那曬斑的話呢 很多女生她不喜歡修復期 她希望我做完這個治療之後 隔天還可以正常的上妝跟上斑 那就可以選擇採沖光或脈沖光這一類 它是針對這些有色素的地方 讓色素的問題吸收到光的能量 然後自己吸收完之後就脫落了 所以一個禮拜之後斑點就會掉很多 那另外一種就是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有這個斑千萬不要做雷射 也不要做能量過高的治療 這個斑叫做乾斑 乾斑是因為女生跟著生理期 會有一些荷爾蒙的變動 那如果你本身呢 已經有這些荷爾蒙的變動 又有乾斑的體質 它就會產生 我們在左圖上面可以看到 一大塊淡淡的這種泛黑的斑點 這種斑呢就是乾斑 而這種乾斑呢跟你的乾沒有關係 它只是因為它的顏色長看起來像 像豬肝 對 乾豬肝 所以它叫做乾斑 它實際上是每一個人的荷爾蒙 而造成的 所以它會有起伏 那這種就只能有耐心的做美白導入 讓它慢慢的淡化 它最怕高能量 除了臉部以外 還有哪一些老化的問題要小心呢 節電告訴我們 好的 解決臉部的問題再來呢 女生第二個在意的地方是哪裡呢 就是我們的胸部 根據調查 女生平均在32歲的時候呢 胸部就會開始下垂 但是呢 大家不要以為 下垂是大胸部的專利 其實小胸的女生也會下垂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做呢 你的胸部會下垂 而且失去彈性 第一個 喜歡用熱水來洗澡 第二個 穿調節型內衣或脊乳溝 第三個 經常節食減肥 這我覺得很覺得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點 我覺得運動真的對我來講 影響真的很大 因為我以前是健身榜的 所以瑜伽也有做提胸就對了 沒有 因為其實肌肉是一整塊的 你不要以為說 這邊是分開沒有 肌肉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 你胸部下垂 你其他肌肉沒有下垂 沒有 你一邊講中 一邊講中又一種下垂 變身吸引力 對 然後我們瑜伽就是 因為以前我是健身房狂 就是我很喜歡練肌力 所以我練很多胸大肌 對 然後胸大肌就是會hold住你 上面這一塊 對 就是會hold一點點的 對 然後我覺得 這個應該對我來講有影響 那還有就是我很喜歡一招就是 我 我喜歡找 不管一年四季我喜歡找我就用 常用熱水按摩胸部 讓你縮水又下垂 如果你用熱水去沖的時候 是 你很有可能會因為這樣子 讓油脂的流失 脂肪流失掉的情況之下 你的Cup Size會減少 這個你會往下垂 好